今天的題目就是現在中國的大陸的形勢 我們知道我們香港是直接被大陸形勢影響的 你看看現在搞成這樣 尤其是習近平的地位和他的形勢 他的情況就對我們香港是直接影響的了 沒得談了 所以有可能其他的普通話的KOL都有講一下 講得多 因為他們對中國關心 我們香港的KOL都有講 就是倫敦他們 星期二他們有講 但是其他KOL有少少 不是少少 他們有戒心 就是不想公開 犯了所謂的國安法 我到這個地步就什麼都講了 這些是小事來的 對我來說 就是國安法 如果不犯國安法的話 我都不用你去香港了 是吧 如果怕犯國安法的話 我都不用你去香港了 這些就先放在一旁 最近的那個習近平 形勢真的是不妙 非常之不妙 你看過 我們從陸中全會的決議那裡 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不是說猜 不需要猜 看得很清楚 有些他就不夠 沒以前那樣勇啊 向前 你看看他 儘管香港的時候 就是說國安法的時候 就很勇的 延頂半前 但是現在你看到了 裡面對他的批評 什麼什麼就開始公開化 不是暗中的 我看在這個陸中全會裡面 他直接被人公開來譴責 說他搞到一頭糊塗 所以不喜歡他那一套 就是說不喜歡他那一套 所謂的民革那一套 就是要求恢復回鄧小平那一套改革開放的 就是江澤民 胡錦濤那一套做法 很明顯的那個陸中全會的決議裡面 他就是讓步 就這麼簡單 那陸中全會呢 陸中全會實際是整個是中國黨裡面的 黨有幾百人 三四百人的黨中央委員 就全部一起開會的 在京西賓館 那那些當然是資深的黨員 對於習近平 我看他們直接當面是 夠膽提出 習近平就飛揚不可 這個是黨 黨是很關鍵的 我們清楚了 整個大陸是共產黨在這裡觀視的 人民啊 其他那些沒得談的 全部是配合共產黨 那平時呢 共產黨呢 就當中央 中央委員 就拿個權就交給常委 常委呢 過去你們看到了 過去那八九年呢 就基本上被習近平綁架了 他和我一尊 那裡面有一批人說 我們都支持你一尊 那他的理由呢 就是 就說 你們搞得這麼差啊 這麼多貪污什麼什麼 那就是在一個沒有法治的制度下面 你要繁榮的話呢 就免不了有貪污 你明白嗎 有法治的情況 好像我們香港那樣 我們的法治比它好很多了 是吧 什麼都是相對的 我們那個經濟發展呢 就叫來的貪污 不是說沒有 就少了很多 所以它這個制度呢 這些不尊重法律的地方呢 是啊 是崛起了 人民的廉價勞動力也好 低地價也好 管理能力也好 我們中國人的傳統的勤勞也好 就是發揮出來 就幫經濟大起了很厲害 就是我們用崛起兩個字 但是因為它沒有法律 所以它造成的貪污是驚人的 可以說歷史上從來沒有這麼大的貪污的 在說二萬億美元 美金的一億 那習近平的道理就是 這樣貪污下去的實際的 肯定是亡黨的 所以我要過去的八九年 它就在這所謂犯貪 它覺得這件事呢 是普通的老百姓 比如十一億 十一億 十一億 十三億 它的人口全部是假的 我們當它是十一億 十一億人口裡面 起碼有十億的 是會贊成它貪污的 所以我記得我兩、三年前在北京 都很多人欣賞它這個反貪 覺得再不做的話 那些人民又頂不住了 黨裡面那個黨友這樣貪的話 沒有人做事的了 大家都掛著貪 所以不用做事的了 都很多政變的聲音 這次陸中全會這樣開發 實際上那兩個月在北戴河 都已經有這樣的味道 就知道有人在挑戰它 說它這樣做不對 那陸中全會就很明顯了 它就擺不住了 那個人就開始可以說 它在顛峰那裡就開始 它的顛峰開始 就是在裡面的拳 開始走下坡 那大家看到了 走下坡當然不是這麼簡單 只是在黨裡面 那些官員 那些官員 黨員 黨員或官員 差不多一件事了 在大陸 你看看它們出不了糧 就是它們 它們當然大賣錢 探了這麼多錢 但是它下面的那些政府官員 你看到 差不多所有地方 都有減薪 和出不了兩個問題 就是說地方的經濟是一頭 那中央經濟肯定不會耗到什麼了 如果地方經濟 以往以前地方經濟一不妥 中央的經濟就出錢去救他們 這個是一種中央集權的做法 但是中央都不行 在這了 一帶一路出事 跟美國這樣一切 那個人說外貿增長是假的 是假的 肯定大把東西拿些貨運出來 現在錢就慢慢收 出口不等於收錢 大家要清清楚 我們在大陸出口多了就知道什麼事 去年大家知道共產黨很不穩定 外匯、管制 就拼命拿些貨運出去 運了出去 收錢慢慢的 然後那些錢 叫它們的錢留在外國 所以它的所謂大量出口 是沒有錢收的出口 實際是轉移 拿它的財產用貨的辦法 來轉移出去 出去外國 這個大家清楚了 有些假數就多到不得了了 你看看 你香港的貨和香港統計 香港的貨 就是香港的統計和它拖緊炸車 生了幾千多 差不多多少錢了 就是三百億 三百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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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千 三千 不記得 總之跟它相差很遠 在這種情況之下 根本就是整個國家 就是陷入財經的困局 跟我們的家庭沒有分別的 就是一樣的 就是真的是困局 大量人失業 所以它在黨內的地位 就非常不穩 就是反對它的勢力 源源不斷地 那些當然有給它反貪 然後看到周圍形勢不妥 但是它在黨內的地位就不穩 一般都容許在共產黨的制度之下 它對黨是有一定的所謂控制的 但是看上去就是控制在減弱中 減弱中 所以就有人出來說話了 你看到很多人出來夠膽說話 證明它在黨內的控制開始實施 那黨是很重要的 在大陸來講 黨在一起 每一個軍人都是黨員 自動的 每一個軍人都是黨員 而公安那些就不用說了 教新聞那些也不用說了 所謂不是黨員的人 就是1% 都沒有 都沒有 你就知道多嚴重了 我在裡面碰到的 真是所謂不是黨員而有地位的 我老實說真的沒有碰到過 沒有碰到過 做一下斟茶遞水就有 但是有權的那些 不是黨員那些我沒有碰到過 所以這個在黨裡面失勢是最嚴重的 這件事是最嚴重的 開完陸中全會 我們就開始看到了 咦 為什麼又說有人傳流亞洲 失蹤呢 有人說他寫信了 那這些事情就無風就不在浪 沒有什麼證明 沒有證明 大陸沒有東西有證明 但是這些東西就是證明了 軍隊裡面有很多聲音開始傳出來 那你又不怪他們的軍隊 大哥 他們那條名字是博的 今天你是軍人 你那條名字 今分鐘一出事 美國就全部炸殺了你的基地 那些軍人當然是在那些基地裡面 那些人是先死的 現在當然沒有這些感情 對軍去登陸台灣 誰說這些笑話來的 當然沒有人做這些東西的 當然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 登陸六萬低的那些想法 那個思維就沒有了 現在全部是飛彈大戰 導彈大戰 反而你那些大炮 那些什麼超音炮 都不是主題 就算是那些實際跟導彈 已經沒有什麼大處的區別了 那一打的話 就是你對著我的基地 就是那些導彈基地 我對著你的基地這樣來射 那那些軍人就受當其衝 死人的嘛 那他們當然不用了 就是可以有機會 他今天提出來 他提出有什麼意見 那些軍人提出有什麼意見 最多就是你拿他 拿他炒魷魚啦 或者讓他坐進去的 但是如果他打的話 真的打起來就沒有命的 那你想想 我寧願給你 寧願我出聲 然後就給你炒魷魚 我可以 不用死了 現在這樣的戰爭 死人是得人害怕的 美國肯定是一個一個 給大陸沿海 比如說有50個基地 不同的基地 海軍基地 坦克基地 導彈基地 飛鷹基地 它可以幾個小時之內 全部摧毀你 因為它不摧毀你的話 你那邊一發動 美國就死人了 那這件事就是跟我們看西方牛仔片 誰拔槍犯 其實誰拔槍犯 誰拔槍犯 誰的子彈打出去犯 實在是這樣的 真是打起來 就等於牛仔片的那個 那麽槍 其他那些是不講的 真是講時間 所以為什麼現在動不動 又說超音速 又說要那些什麼叫做 極光導彈 那些什麼都講速度了 就是說 可能在幾分鐘之內 不是你死就是我死 如果美國不摧毀你那些基地 你就全部有反擊 台灣、日本、韓國、南海、東海、台海 你完全有這個反擊 那美國那些 我沒有罵我那些就害怕了 所以如果一決定要打的話 真是在幾分鐘之內 就決定大局的 那些軍人 大陸那些解放軍人 是走不走的 走不走 因為美國現在很早知道 你分佈在哪裏 那你說它不去摧毀你那些人民而已 你那些沒有殺傷力的 但是它一定要摧毀你們所有的軍隊 那你那個所有那些武器 沒有人去控制的話 或者武器當然是摧毀一部份 但是你很多武器沒有人 沒有人去控制的話 那你就變成美國那邊安全 就是西方那邊安全 所以軍衝不穩定 非常的不穩定 我都以為習近平拿著拼拳 拳在他的手上 但是他打那幫軍人 是第一 以前沒有打過槍 全部是獨生主 而且呢 他們沒有試過出生入死 就是沒有那種所謂互相 互相大家 出生入死的那種互相保護 軍人和軍人之間有一種 這種精神他沒有 那發生的時候呢 他就想想一下 而我都是 就是不想參與這場戰爭 不打戰爭他最好 現在每個月都出量就行了 所以就是軍隊 原來我們以為他的軍權在手 權就在手了 但是權力你能否指揮得動呢 這是兩件事情 大家明白了 有兵權不等於你指揮得動 所以我現在看起來呢 差不多可以說軍隊 他的權力的掌握程度 我剛才說他七成 現在我看他六成左右 在那裡講的 絕對在那裡講的 那你就看到了 公安 公安 就是我們用高一點的名字叫做政法 你想想政法這兩個字 就莫名其名 政怎麼可以跟法都不在一起呢 習近平說三權合作 那就算了 這些共產黨的 根本是荒謬的 政法系統出問題 開會 習派那六個人沒有出席 那兩個原來 那兩個人就有出席 那另外不是習派那兩個人出席 整個公檢法就是公安、檢察、法定 公檢法就是比較貼地 跟人民的關係近很多 軍隊在兵面裡面 但是公檢法就是怎樣跟黨員、人民 怎樣直接接觸的 就是說有什麼政變、有什麼事情的話 他那些是要保護習近平的 就是習近平打算他們要保護他 他們公安、武警已經調了回去軍隊裡面 所以武警這支東西差不多可以說不存在了 現在只剩下兩件事而已 這個就是軍隊 這個就是公安 公安 公安上面有些陳詞那些 就是檢察、法庭那些 後面的事或者上面的事 但是正式是執行任務就是公安 公安就你見到拿孫樂軍出來說 又重新給他膽怨等等 其他最重要就是抓了那一場電影 叫做什麼?令傭隱 這個大家發現 我原本就想著公安有差不多六成的控制 這些全部都是我自己作出來的數字 你們信不信得這麼說的 但是竟然有一個數字的概念 不可以用言用詞的 我原本就想著他有六成 現在看來公安 少於五成的控制 但是鄉平的問題是 他那個團隊是真的很少人 他拿一些頭換了 真的做事不是頭的 做事是中上、中下 那些是做事的 那些是很多抓實權的 後面就是指揮 指揮下警未必聽的 有些軍隊裡面都是這樣 你就指揮了 你下面的人是不是執行呢? 公安就是這樣 上面有換你換去 換了大律 書記也換 局長也換 但是呢 以前整個公安系統裡面 根深蒂固 孫力軍那些 根本就不是那個組織裡面 是裡面挺當紅的人 但是根本是公安系統出生的 人家公安系統有幾代人的 老爺做這個 老爺做這個 他們這樣傳上去的 中共的東西很有趣的 有些像我們以前的 中國歷史的那些 就是一代一代的 他沒有一套這樣的 所謂公開巧合制度的 很多公安裡面的人 就是因為他家人或者他父親做公安 一直在做 孫力軍是異類來的 在外面有的 所以他根本沒有 孫力軍 孫征說是有些基礎 在公安系統裡面 但是整個公安系統 基本上一直都是江家掌握得好 就由周永康 鄭荃、孟建柱 現在郭勝坤 一個是江家國 打得好 習近平只不過換了幾個 所以我告訴你 習近平在公安系統裡面的 那個所謂的一個百分比 什麼什麼 五十個百分比都不夠 對不起 五十個百分比都不夠 那就發現大問題了 再加上就是宣傳部門 宣傳部門 實際宣傳部門 是啊 好像好起作用 但是真是 看起來宣傳部門都沒有槍 就是平時這樣民鬥 宣傳部門又有用 但是真是到了能夠 雖然是沒有鬥氣的 到一定的地步 要抓人的 習近平沒有辦法去抓人 對面也沒有辦法 就是他的對手也沒有辦法 又是要抓人的 就是去到那個地步 那個宣傳的 宣傳我一直都在跟蹤王滬寧 王滬寧又說三代國使 這個人說得很厲害 但是這個人哪裏出身的 中國人一定要說他出身 是誰提睇他的 誰提拔他的 這個很重要 就是在大陸看提拔他是誰 當日王滬寧那些 好像是復擔大學裡面的高材生 那誰提拔他呢 當日就是曾慶紅提拔 所以我的提法 江澤民做書記 胡錦濤做書記 習近平做書記 所有他們的理念都是他那裡來的 江澤民當然是三個代表 請拿資本家都拼進去 可以參加共產黨 可以作為對中共建設 有貢獻 對中國建設有貢獻 然後胡錦濤就說不要折騰了 大家就這樣做下去了 原來這個很有智慧的 到了習近平 習近平現在搞這套東西 現在是王滬寧 但是王滬寧的心在哪裡 他的理論 一路三代帝司 三代書記的理論都有距離寫 但是這個人的心在哪裡 有時候看東西真的要看心 到了最緊急關頭 我覺得如果曾慶紅叫他 就是要跟回他們那個隊伍的話 我覺得聽話的 王滬寧不是那麼簡單的 他還是在常委裡面的一個 一個 其中一個 七個常委裡面其中一個 王滬寧 韓勝 是吧 王陽 李克強 加起來已經四個了 七個裡面他們有四個了 就是跟習近平不是一條路線的 有四個了 所以習近平呢 就是可以這麼說的 就是根本就是少數人 只不過人家那邊 就是那邊的時機還沒出手 如果他們真的要趕走你的話 就是你真的說要連任 又真的要在常委裡面投票 那你就輸了 那你強行來行不行呢 不是說不行 在中國歷史上 共產黨的歷史上 都有強行來 但是人家到了定的程度 人家搞得這麼和 知道你沒有什麼支持你 就是有人夠膽來挑戰你 就是大陸的人你知道了 他們也不怪他們 他們就要很小心 就是報報為了 如果不小心的話 命都沒有了 不然自己沒有命 全家都沒有命 接著追隨他們的 二千人計的所有的黨員 那整班人都玩完了 所以他們呢 要他們和習近平 真是要公開調板的話 是要他們有一定的信心 有一定的聯合 大家知道 就是把握 沒有把握他們不敢做 所以他們現在看起來 在那個常委裡面 習近平在整個政治局裡面 應該支持一般的 就是那些黨員 給他們反過貪 但是常委裡面看起來 他都是少數的 聯本記不記得 就是漢政和 和我胡靈 聯本習近平不想他們進去常委 但是最後被江派側進去的 江派是誰 就是真慶紅 他們兩個根本就是真慶紅的人 強硬撿進去 就不想習近平的權太大 就是原本習近平想找年輕人 陳敏爾等等 他的人進去 先那兩個位 最後呢 上次的上位選出來的上位 是意外的 我最後被港派側了王滬寧和韓正進去 那這兩個人如果側進去 你就知道他們兩個人在哪裏派的 那看起來呢 就是這四個人已經夠習近平了 李克強當然被他搞到死了 王陽看起來 王陽也在 起碼李宴上 和習近平是不對的 那接著有一個 上升了一個王滬寧 所以現在看起來呢 在黨裡面非常之不穩定 不穩定 那黨、軍政法都不穩定 可不得到你 可不得到你